各位好,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我是裴函 今天是2019年4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2月2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全国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明天星期四,奥克兰将会是多云天气,气温是继续下降,最高温度21度 首都惠灵顿明天是多云天气,11-17度 汉密尔顿明天是晴朗天气,6-21度 塔朗加明天晴,最高温度21度 再来看看南岛地区 基督城明天是多云转震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8度 黄浩镇明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只有2度了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根据了解,新西兰最大的购物中心即将建成,将会在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目前在建的位于奥克兰Newmarket Westfield购物中心耗资7.9亿纽币 建成以后将会是新西兰最大的购物中心 这个购物中心将会引入全球230多个品牌入住 预计服饰的居民将会超过53万人 年销售额预计是会超过88亿纽币 根据官方的规划 这个购物中心不仅是把奥克兰地区的居民当成服务目标 甚至北部地区陶朗加以及汉密尔顿的居民也是目标人群 在寸土寸金的奥克兰市中心怎么解决停车的问题是所有购物中心都要考虑到的 那么这个新的购物中心将会设置2800多个停车位 地下停车场也会设置多个入口通往周围的不同的主干道 说起来也是非常的期待了 好 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随着新西兰政府终止发放新的深海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许可证 作为传统能源供应基地的Tarunaki 未来的发展机遇就在于生产绿色环保的氢气 这将为当地提供新的商业机会 也将推动新西兰向低排放过渡 前不久 新西兰总理 Jacinda Ardern在New Plymouth主持发布Tarunaki氢气路线图时 他就表示 这个路线图是Tarunaki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的第一个项目 New Plymouth的市长也表示 Tarunaki在新西兰向低排放过渡的时候是排在最前沿的 是引领新西兰向高价值低碳经济转型的最佳地区 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向绿色经济转型 新西兰政府是制定了三个国家目标 第一个是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要比05年的水平减少30% 到2035年要100%的电力供应来自可再生的电力 到2050年要实现零排放 那么目前新西兰仅有40%的能源供应是来自可再生的资源 好 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新西兰移民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基督城恐怖袭击案之后 选择来新西兰旅游的人数有所减少 但是考虑移民新西兰的人数有所上升 这个数据反差引起了社会关注 在枪击案发生前半个月 新西兰移民局共收到了28,375个旅游签证的申请 后半个月只收到了27,000多个 其中还包括300多名遇害者家属的签证的申请 而对移民新西兰感兴趣的人数较之前是增长了33% 这个数据可谓是暴增 在这些人里面呢 其中美国人和英国人对移民新西兰的兴趣是大增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国际新闻 昨天新加坡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 提交当地国会进行一读 正式启动应对网络假信息的立法程序 新法案将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利 可以强制刊登假信息的个人或者网络平台 更正信息或者撤下假新闻 不遵守指示的网络平台可能会被判罚款100万新加坡元 此外呢 恶意散播假信息 企图损害新加坡公共利益的个人 可能会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罚款10万新元 对于Facebook 谷歌等等 这类不归属新加坡管辖的大型媒体 政府可以要求他们就刊登虚假信息更正或者是屏蔽 法案还要求任何在6个月内连续多次发布3条以上假信息 接到更正指示的网站必须刊登声明 公告自己的网站已被列为假信息来源 不得获取广告收益或者其他的资金 相信这一条法案呢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借鉴作用 好 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是裴寒 再会